欢迎来到小哥播报看得闹更看门道 本集回顾2006年6月18日 王健民对国民先发玩头败的过程 很少喜怒行鱼色的健仔对这场败仗怒摔手套 但到底为什么这么生气 本集一探究竟 首先看到转播单位的球探报告写 王健民在日场出赛 9场出赛8场先发 在下6胜0败没输过 当时杨基只要前一场败仗 健仔隔天先发累计4胜1负 但客场防御率是偏高的5.67 一局下半面对第一棒 方舟Soriano 连续两颗内脚升卡球 第一颗吸力右下窜回空 第二颗高起来被打出去形成安打 下一棒剑仔要外脚投到内脚的升卡球 但脊椎还是顺利让打者急出双杀打 迅速拿下两出局 下一棒Jose Guillen 在一颗升卡球有痕移没下坠 被Gillen捞到形成左外野小飞球安打 更凸显之前双杀的重要性 下一棒第四棒Daryl Ward 要外脚跑到内脚的升卡球抢下好球 下一球用一颗伪劲不错 执行到位的变速球 有速差又变换到外脚 很好的老乱打者的打击 集成二垒方向软弱滚地球出局结束半局 二局下半首名打者是当时还是二年级生的Ryan Zimmerman 但当年他就已经有两层87的打击率跟110分打点 连两颗内脚升卡球一好一坏 接下来充分凸显建载的球值真的重 高起来的升卡球打者还是只能打成软弱的三垒边线滚地球 建载这个下丘处理也没有浪费时间 徒手接传刺杀打者 不过这球确实是一个误判 下一棒连续三颗升卡球 虽然其中两颗拿下了两好球 但其中有两颗偏高 菩萨达接下来干脆连来两颗可能是滑球可能是快速只插球的球路 第二颗其实有被咬中 但正向一类手Giombie而去 自己接传采磊拿下出局 下一个打席有一颗不错的走后门升卡球 再一颗偏高的速球让打者打成飞球出局 三局下半首名打者Marlon Bird 内脚偏高的升卡球 横一的尾镜挤压打者急出一垒方向高弹跳球 箭仔迅速下丘处理 干脆自己踩垒刺杀打者 Bird冲过一垒之后推箭仔一下 是为了避免冲撞 下一棒敌对投手Mike O'Connor 94麦升卡球精准销进外脚好球带 同样球路偏低 但打者挥空 再来一颗外脚变速球吸引打者 挥棒落空三阵 下坠的尾镜还不错 下一棒轮回第二轮第一棒Alfonso Soriano 外脚升卡球制造游击方向滚地球 巨头队长刺杀出局 四局下半首名打者Jose Vidro 球路偏高的升卡球 但靠着尾镜掩护制造滚地球出局 下一棒Jose Guillen 外脚CD升卡让打者挥空 接着一颗外脚滑球 让锁定打速球的打者完全上当受骗 挥了一个软弱无力的空棒 从打者的视角而言 已经做好打速球的准备 只要觉得前半段的轨迹像是速球 就要赶紧出棒 等发现下坠的时候 已经完全来不及了 最后一颗内脚高起来的升卡球 球值超重 让打者断棒形成游击方向滚地球出局 下一棒Darrow World 一颗变速球就解决打者 形成同手球前滚地球 箭载自己处理 传一垒刺杀打者 五局下半第二队对决Ryan Zimmerman 上个打席是连用三颗内脚升卡球 解决Zimmerman 这次开场连用两颗滑球 成功扰乱打者节奏拿下两好球 但很可惜 内外脚两颗速球 再配一颗滑球被Zimmerman猜中 急出中间方向平非安打 下一棒再次用变化球 一颗变速球扰乱打者挥棒落空 这一球为了应对老王升卡的脊椎 打者会用由下往上挥的攻击模式 终于勉强捞中一颗偏低升卡球 中外野手Johnny Damon接杀出局 下一棒打击时一垒的Zimmerman跑了 但Porsada这球完全传飞了 成功倒上二垒 球季的第五次道理成功 也许是一个打跑战术 但打者挥棒既然没打到球 你看他一面跑一面看着打击区 而且他有点防碍传球的味道 因为他打完了以后整个身体已经是到了 接下来今天这颗容易跑到内脚高的升卡球 终于还是被掌握住 穿出三油防线形成安打 把Zimmerman打回来 国民先持得点1-0领先阳击 倒垒成功完全发挥作用 剑载很快稳定下来 用一颗外脚低的升卡球 让Marlon Burr激出滚地球 跑者在二垒被封杀 可惜的是Carnot抛的比较偏 Gitter要花时间转身再传一垒 否则抓一垒是有机会的 打现在是轮到投手All Connor 同样是两颗升卡球配上变速球的配球 都能进好球带 最会让打者被拉攻三振 不过王剑民本场打击也已经被三振了两次 右局上杨继终于扳平的比数形成1-1平手 右局下手名打者是Alfanzo Soriano 第一球就出棒 是一颗跑到红中的升卡球被咬得强劲 但飞进了Era的手套 也让王剑民一球就解决了打者 下一棒要外脚跑到内脚的升卡球 还是让Jose Vidro急出飞球出局 Jose Guillen的打击 滑球接在升卡球之后成功捞乱打者 急出三垒方向滚地球 Era常传一垒抓到出局结束半局 7局上手名打者Daryl Ward 升卡球制造二垒方向滚地球出局 三度交手Zimmerman偏高速球后 换到外脚走后门的升卡球 有压低 让Zimmerman急出二垒方向滚地球出局 本场剑仔制造出局的滚飞比来到15-2 下一棒升卡球又高起来 但伪劲还是让打者急出二垒方向滚地球 这个半局卡诺好忙 三个出局处都是他传一垒拿下 8局上半靠着Era的二垒安打 阳机首度取得领先 比数2比1 8局下前7局采用了80球的王健民序头第8局 首名打者是上次急出打点的Brandon Harris 剑仔投出无人出局保送 下一棒Marlan Bird执行牺牲出局战术 成功推进追评分上二垒 国民换上带打Brian Schneider 能用两颗外角升卡 横移尾镜让打者没掌握好 急出左外也飞球出局 接下来轮到已经是单场第四度交手的Soriano 漂亮的一组配球 下最尾镜不错的滑球 接在升卡球好球后 抓了个打者措手不及 锁定诉求结果来滑球 但接下来连续来了四颗坏球 变化球升卡都不管用保送了Soriano 下一棒一颗外角中间位置的升卡球 也让Jose Videro咬成左外也强劲飞球 幸好Milky Cabrera飞快的跑向球接杀出局 难得看到剑仔握拳表示振奋 这个半局真的已经投了很陡了 不过 当时的终结者Mariano Rivera 在系列战前两场都已经出赛 主力后援投手方面 Scott Proctor也是连续两场出赛 一人左头Mike Myers不适合上场 Kyle Fonsworth当时则受费伤所苦 其他后援投手则未获托瑞信任 所以9局下还是让已经用了96球的剑仔试试看 面对第三棒Jose Guillen 第一球内角好球 在一颗漂亮走进后门的升卡球 迅速取得球速领先 接下来这颗变速球尾竞算漂亮 完全有好球的空间 但Posada这球Frame-In偷好球的技巧真的不行啊 下手接又马上移走手套 一副没信心的样子 主审不给也是正常的 幸好缠斗几球后 还是让打者急出二雷方向滚地球出局 下一棒Marlon Anderson带打剑弓 咬中一颗内角偏低的升卡球 急出二雷方向强劲滚地球 这球砍到不扑球真的很伤 就是从身边穿过去而已 接下来第四度交手第五棒Zimmermann 剑仔今天容易偏高的升卡球真的是硬伤 终究还是付出了代价 这球跑到红中又缺乏伪劲 本场第107球还是被一棒咬中了 Zimmermann急出超前的再剑两分炮 王建民吞下苦涩的8.1局玩头败 生涯首场玩头就是玩头败 下场后的王建民怒摔手套 也摔碎了台湾球迷的心 总教练托雷跟投手教练古德瑞赶紧上前安抚 王建民自己也说 那一球出手我就知道完了 托雷也表示 他救了我们 但我们却无法为他赢得比赛 我为他感到的难过比输球更多 赛后终结者Rivera也自责 是我的错 当时应该是我在场上不是他 从8局是1分好头到8.1局43分玩头败 一个出局之差是谁都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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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